各位朋友、各位網友 大家好 和大家分享的這個視頻 今晚我過來開瓶的水口市 這條街有很多偽紅燈 走出去就是暴行街 紐洲螺絲粉口味很重 遠遠都聞到那種酸又辣的味道 很多人吃的 螺絲粉也很多人吃 多錢一位 去哪裡 去開瓶 開瓶 開瓶長沙 多錢 45塊錢 一個人 45塊錢 花不來 一個人花不來 那我幾個人也是45塊 兩個人也是 兩個人也是45塊 最多可以坐四個人 那如果四個人就花得來了 四個人又貴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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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年來的 年來的 一個人45 一個點兩個是一個家 三個人就加一點點 三個人就加一點點 我到50 好 這樣 明白了 謝謝你 老闆 不會加很多 謝謝你 基本上加一點點 加一點點 加一點點 我跟他說去開瓶長沙 一位是45塊錢 這裏去長沙 我不太清楚 大概都是 20公里左右 45塊錢 他說如果四個人就加一點點 三個人就50塊錢 都幾厚度 這些電動車去長沙 可能都十幾公里 十幾二十公里 走出來 這一條 海口最繁華的一條夜街 這條應該不是步行街 它可以行車 不過它兩邊全部 現在下面很多些小地方 那些鄉鎮基本上都是這樣的 人車混雜 反正又可以擺機動走軌檔 又可以擺檔位 搞活經濟 大家都賺到錢 這樣就開心 所以它又不像大城市的管理那麼規範 那些晚客合法佔到擺盤 交通又沒有受阻礙 你一樣可以開車進來 它不是其他地方的步行街 所以它完全是最主要的 非常之一 沒有 前店後廠,不是開玩笑,全部都是做麵製品廠,不是開玩笑 早上很黃,到處都有黃皮賣 走出來這條商業街的最黃 又說現在的榴槤很便宜,十多元一斤 但我現在這樣看,最便宜都20元一斤 這裏最繁華的,再往前走就是海口市那些騎樓街 老街是百年騎樓,不過晚上是直晶晶的,又沒有愛德 這裏一路看過去,會說好多人,不過這個時間都幾黃 最經常都是1.2公元,第2次,歡迎 開始坐在旁邊,四周,走行走 後二會,下海之爬到外面前面, 下海之爬到外面前面最後一面, 下海之爬是在街上翻車, tek擒走走動,行走走動 高洲泥芝 10元一斤泥芝 剪芝11元一斤 高洲泥芝十多元一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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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碎的一斤泥芝十多元一斤 我之前過多月前買過一次吃 20元一斤 走來沒有,回家沒有 你出來,你都不回家 領南街那季節到了,龍眼 龍眼應該貴過荔枝龍 十多元一斤泥芝十多元一斤泥芝十多元一斤泥芝十五條 看到你可以 72川 統一商鯝 從小店兩個一斤泥芝十多元一斤泥芝十多元一斤 街邊食檔 蠔長直供,小號23元一單,中號33元一單,大號43元一單 這些是下午五、六點放出來的,放到凌晨四、五點,看見都很開胃 這間店銀行街表,前封鎮南蒸發,當上周更加的和五點放出來的 火車,營房別,營房別店兒,營房別店 賣魚、營房別店、營房別店 補部店 賣魚餐現在有還有五點子嗎? 賣魚餐,現在一定是西南餐和中間里 賣魚餐,蒸魚餐,餐檸魚餐,讓我用來吃 這裏較便宜,這裏便宜5元低 走出來這裏有這麼多大貨車走的 估計這條應該是角度來的 這裏有這麼多成本,不知道做甚麼 成本在這裏撿摩托車,可能在這裏掃的,搭客那裏 這條角度來的,對面是一個半華里 這條角度是車族馬龍,幾十年來都是這麼旺 剛剛我從這條步行街走出來的 角度對面繼續,黎紅燈很多,很旺 我記得舊鎮時這個位置就是 早期水口華僑大廈,就是在這裏的 現在幾十年了,當然是換了 我記得前面那個城市便接酒店舊鎮時,就是 水口華僑大廈,再往前走,就是那個水口大橋 我走進來這些橫街,看看 這裏的西瓜,特價每個十八元,每個十五元,很小 大些是二十六個八一隻 這裏就是水口市場 雖然晚上我走過來看看,有幾大這個水口市場 我都是第一次走過來 第一次走過來這個水口市場 這個市場是不小的 晚上晚上繼續營業的 肉檔都收了,水果檔,蔬菜檔都還繼續營業的 楊春土豬餡,三點半供應新鮮豬肉 燒臘洞 金牌乳豬五味我燒鵝 豬肉 現在到處有很多私人釀酒的米酒買 這裏衣服檔卻賣菜 這裏也賣煙 這裏叫什麼街 早上走進來真的旺在這裏 走進去 此裏墟 我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 多谢大家的收看和关注 感谢大家的订阅和点赞 下期再见 拜拜